哈囉 各位美麗家人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魚油 我覺得一整天你只要不要暴飲暴食 像比方說我的三餐會把它減臭大概兩餐或兩餐半 那吃的內容我不用一定要水煮 或者是我不一定要只是單一食物 我覺得所有東西我想吃都可以吃 但你只要記住很重要的條件就是 少調味料 不要太油 鹽巴不要放太多 然後不要是精緻澱粉 然後也不要帶糖 然後下午茶少吃一點 你就是多吃一些食物的原型 不要去吃加工食品 自然而然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發現身體有不一樣的病 我覺得運動會讓人的 我覺得它在訓練我的個性 除了身體的鍛鍊之外 我覺得個性也很重要 因為你能不能堅持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這麼辛苦的事你都可以咬牙心過去 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我覺得你要做很多很多事 它都不會是太困難的事 我覺得個性很重要